陳富山是整個二十世紀香港藝術發展當中 不能或缺的一位人物 也是一位現代美術史上的奇人 既沒有去國外留學過 也沒有經歷過學院式的專業訓練 自學成才 很多人說他的藝術生涯直接反映了香港美術史 這次展覽總共110件作品 包括了他的三個主要的發展時機 陳富山住在巴拿馬 五歲就隨著他的家人移居到香港 九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 很早就參加了工作 在一個律師事務所當文員 業餘的時間他就對商業化看當中的美術制 在那個寒壽過程當中學習水彩畫 陳富山以西化為生的這麼一位畫家 包括海景,包括一些香港的街景 水彩特別樸實物畫 被人稱為水彩王 他對外邊的藝術是非常敏感的 30年代的時候 就整個香港定義藝藝術文哉 只有這麼一個定戶就是陳富山 律畢宏1937年就到了香港 律畢宏1937年就到了香港 也是陳富山在那時候了解了中國大陸西化界的發展 也是陳富山在那時候了解了中國大陸西化界的發展 陳富山是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性情很開朗的 很鬼馬的 很活潑的 陳富山是外公他的拿手本領 因為香港是殖民地吧 他的朋友圈子都是很多外國人 也有港都 港都富人 聽的都是classical music 反正你去他家宿舊家的時候 開門就是音樂衝著你過來的 他的個性也幫助了他的藝術的發展 在30、40年代就已經比較成功了 他參加了香港美術會 40年代的時候大家都稱他為富博 也是一種尊稱 但是也是一種非常輕易的稱呼 一個比較戲劇性的轉折的出現是在1962年 史正湯裡面建立了一個藝術博物館 重要的潮流就是那個現抽象繪畫 他對當時這個大的藝術的轉型 沒有抱以太多的注意 繼續著他的寫實主義的風格 送上去的三幅作品都被拒絕了 他自己的風格來說 突然就變成了一個過時的東西了 這個對陳富山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震撼的 決定就是完全轉變他的風格 以立體主義的風格 有超限主義繪畫的東西 也有一些構成主義的東西 用了拼貼 噴繪、流淌、滴灑 各種新的材料 各種不同的方法 完全放開 風格成熟期的時候 用超限時的手法來表現了 他對香港社會或是香港人的一些看法 魚和水和山 這些和香港直接有關係的這些元素 山也會在水下 樹也會在天上 突然在魚的肚子裡邊會出現人的臉 或者一批人 各種人都會在裡面出現 香港的那些大法官戴假髮 類似英國女王的那個形象 真的是鮮艷亮麗的這麼一些色彩 和其他人非常不一樣 87年82歲的時候 他就停止繪畫 最後的時期他有很多的展覽 很多人認為藝術家其實是很孤獨的 我的外公很進入這個世界 晚上8點 達到凌晨1點左右吧 看的電影都是英文的 2點畫畫 5、6點睡覺吧 很有熱情地去把他看到的表達出來 沒有停過 直到他病了 他真的是很老了 近的時候還是打巴掌 希望這次展覽能夠把外公的豪放、奇怪 他的多變 很特別的一個藝術家的內心的世界 去向國家的同胞去介紹一下 既然停止 後面還會結束 請進了 新房子